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申巴林,祈福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970集 半个月的拉锯战,阿鲁德美元开路 活生生把之前同样想修高尔夫球场的对手三阵出局 对方甚至不能来找哈罗德算账,因为哈罗德是外宾 别提有多窝火了 可就像夏小兰说的那样,不花钱的内部测试号 能赢过华币充值的玩家,还真干不过用美元充值的超级VIP 这笔投资是几千万美元 竞争对手在政府内部有在应的关系都能被扫平 在85年,哪个城市也不可能把几千万美元往外推啊 几千万美元能修一家长城饭店了 长城饭店一千多间客房,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 彭秘书看着哈罗德的投资意向书叹气 如果几千万美元是投资工厂,那就更好了 工厂是制造业,华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 一间价值几千万美元的工厂,怎么也需要好几百个工人吧 提供了很多劳动岗位,也会根据产值来缴税 高尔夫球场,政府除了卖地皮,还能靠什么增加持续收入 这是个问题 彭秘,威尔逊先生一行人到了 彭秘书马上站起来 请到会议室去 这边也请了翻译的,不能全信任外宾的翻译 虽然最近担任翻译的是纪江源 诡异的父子关系让彭秘书头疼 市政府几乎没人知道纪江源是汤洪恩的儿子 性不同,长得也不十分像 纪江源更像纪家人 想到汤市长的前妻,彭秘书的头都要炸开 真不知道领导怎么受得了的 让彭秘书和纪亚一起生活一年 彭秘书觉得自己差不多也该疯了 两相一对比,难怪市长口味突变 如今想找刘芬同志那样的 因为相处起来舒心呢 彭秘书努力把乱七八糟的想法赶出脑子 他今天要听哈罗德讲投资规划 得集中精神 哈罗德的身影出现了 他和彭秘书握手 两人身后都跟着好几个人 一群人涌入会议室 彭秘书直奔主题 维尔逊先生,市政府经过会议讨论 基本同意您提出的租赁香蜜湖旁边 两千亩土地的要求 在具体地价上还有待商榷 其中一千九百亩土地为体育用地 租赁有效期为三十年 剩余六百亩土地为住宅建筑用地 租赁有效期为五十年 租赁时间到期以后 市政府在做出合理赔偿以后 有权收回您租赁的土地 如果您想延长租期 就要按照将来的赤价 重新和市政府来谈判 哈罗德听完即将远的翻译 提出质疑 这和我们最初向市政府提出的意见书 内容有出入 体育用地的年限只有三十年 彭秘书 看来市政府还是没有拿出诚意来 彭秘书听得懂一些词汇 内容还需要翻译 但他已经能感受到压力 彭秘书也怕弄黄了项目 几千万美元的总投资 落地在彭城 就是领导的政绩 也是他这个经手人的政绩 但和夏小兰谈过后 彭秘书还是这样说了 眼下还是85年 华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要到1990年才会出台 夏小兰一无所知 直接就把自己知道的和彭秘书谈了 他从江城回来后 唐宏恩单独找他又谈了一次 第二天 唐宏恩就在彭城市政府会议上提出了 彭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根据的就是夏小兰知道的后市会出现的土地使用条例 彭城开发走在了其他城市的前面 国有土地不能买卖这个大前提不能变 那就只能租赁 但之前签订的租赁合同 年限都是乱七八糟的 唐宏恩认为是该统一管理一下了 夏小兰是根据自己的记忆说的 唐宏恩拿出来公开讨论 最终确定了彭城这边的土地使用暂行条例 一 居住用地七十年 二 工业用地五十年 三 教育 科技 文化 卫生 体育用地五十年 四 商业 旅游 娱乐用地 四十年 五 综合用地或其他用地五十年 以上都是最高年限 只能少 不能多 基本上 彭城这个版本 就是一九九零年后 全国通行版本的复刻 夏小兰的蝴蝶翅膀一扇动 把这东西提前搞出来了 具体有什么影响不好说 眼下来说 影响最大的就是哈罗德的投资 他最开始向市政府提出来的要求是 租香蜜湖旁边的两千五百亩土地六十年 不管住宅 不管住宅还是球场 他们的租赁年限应该是一样的 没有了高尔夫球场 住宅项目也就持续不下去 球场提前到期算什么呀 哈罗德的脸色肯定不好 彭秘书努力维持着自己的情绪 不能表现得比哈罗德更着急 这个不是针对您 事实上 庞城城镇国有土地 以后都要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了 彭秘书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 起码在汤市长任职期间 这个暂行条例不会被推翻 哈罗德看着季江源 季江源对这个条例一无所知 这场谈判有点不欢而散 彭秘书看着哈罗德带着人走了 也不可能把对方又叫回来 汤市长刚刚让整个市政府 同意的暂行条例 总不能马上自打嘴巴子 为了留住哈罗德的投资 又自己推翻吧 不能怂得这么快 夏小兰给领导的提议是对的 无规矩不成方圆 土地使用权不规范 以后还有的乱 夏小兰也是为自己考虑 彭秘书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了 他再想拿地 只要符合条例规范 谁也挑不出毛病来 彭秘书嘀咕 真像猴一样惊了 彭秘书有点忧愁 哈罗德的投资要是谈不拢 对汤市长固然有影响 对他的影响也非常大 夏猴 哦不 夏小兰猜得没错 彭秘书就要去下面的区里任职了 现在彭秘书设立了 罗湖 上部 南投和沙头角四个办事处 是市政府派出的县级办事机构 其中上部区办事处 管辖红岭路以西至车工庙以东区域 并管辖上部福田两个街道办事处 香蜜湖 就归福田街道办管理 如今 哈罗德要在香蜜湖附近建高尔夫球场 市政府有意在福田成立新区 已经将规划上报 而彭秘书要去的 就是还没正式批复的福田区